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欣赏我们就回家 龙扇云野 细续行 楚梵 等我 你就是楚梵 人在这儿等着 短短五年间 白家居然已经发展到这么大了 老师 进来吧 别乱摸 没见识的样子 灵山就住在这里了 干什么 门口等着 今天府上有贵客 别冲闯了贵人 就是这样招待客人呢 就你 一个香巴佬 也没人 凌山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来旅行 和你的昏约 什么 婚约 就你这个土鞭 也配娶临山 不行 也输狂 这种 不可以对凡人出手 要不是为了临山 你这种拉结 都不配让我羞辱 临山 我帮你教训这只癞蛤蟆 出番 我们解除婚约吧 没想到 我爷爷耗尽兽员 以命换命 为白家逆天改命 到头来 就让你这么个白眼了 没想到还是个小神棍 什么耗费兽员以命换命啊 搞笑 老骗子死得好 你再说一遍 我说 老骗子死得好 对不起 爷爷 我要不见了 什么人 好久不见 小师弟 什么阿摩阿狗 别敢擅闯 别敢擅闯白家 给我打 白家 承识我师弟 你们已有蛆子知道 边缘地方 千金一支 是高手 速上快走 一群废物 快给我点上 还敢死车 小友 在我白家地前 得饶人出我去 这一招千金一支 阁下 可是皇谱财团董事长 皇谱一丘小姐 是又如何 难道就是那个 速用海城 通灵大厦物流云海运行业 短短三年 让皇谱财团成为 海城第一世家的皇谱一丘 皇谱小姐 光临寒舍 真是让我寒家 蓬碧生辉啊 光临白家 你们白家有什么好来的 我只是来看看 我的草碑弟弟吧 皇谱小姐 我要你窒息了 叫我什么 姐 请为了这样的一个 废物大张旗鼓 皇谱小姐不觉得 有些体面吗 你什么身份 也可以对我弟弟 指手画脚 把东西抬上来 金条百根 汉海珠百斗 南国玉碧十对 还有千万现金 我知道你白家风雨飘摇 急需注资 这些 够不够我弟弟的聘礼 这 这 只要你遵守婚约 皇府财团的股份 也有你一份 股份 居然足足百分之五 是吗 以皇府财团的体量 这至少 至少 不 我不能接受 皇府小姐 你也是女人 为什么硬要逼我嫁给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他爷爷救了你白家上下的命 你们白家和我爷爷 白纸黑字签过的婚约 这么快就忘了吗 灵山是有这回事 我接受 不等于我同意 没想到我爷爷救下的 是这样的白眼狼 从今日起 你白家与我 恩断一绝 不愧是我的小师弟 祝你们白家 长生不率 家住长命百岁 没教养的东西 有时候再上是暴僧 等等姐姐 师姐 白家不要你 姐姐要 你不要这样 千夫赢妇 白家主 你怎么 白家主 爷爷 楚凡 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害我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爷爷 你不要吓我 没有呼吸了 一定是他 这个小神棍 他咒死了白家主 小子阿众藏得挺深啊 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不用小师弟出手 和师父签订的契约 岂是这么好违背的 白家主 这是自作自受 站住 害了我爷爷还想跑 当我白家是什么地方了 我要你们给爷爷偿命 给我上 拿下他们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小师弟 你先退后 唐约拳 约夫 这 这是书法 他会书法 我们两个狗男女 竟敢白日行凶 可害了白家主还不够 还想将我们斩进杀权 皇甫家在海城 就是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楚帆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打烧我家人 还把我爷爷害死 不就是毁个婚而已吗 非要把我逼死才满意吗 好弟弟 你想救那个白家主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想师姐 为我惹上麻烦 弟弟是在 关心我 师姐 靠太近了 这么容易害羞 真可爱 我没有害白家主 他突然病发 是因为违背了跟爷爷的契约 不过 他现在一吸尚存 我有办法可以救他 让我看看 我师弟略懂医术 想你爷爷活命的话 就让他试试 楚帆 你好歹毒的心肠 我爷爷已经被你害死了 你还想辱他试身 白家主什么病了 我来看看 这是 葛神医 沈阳梦的葛神医也在 传说他能生死人 肉白骨 堪称海城圣少 林山 白家主之下有救了 可惜了 三教无生 缘弃不存 还是要真不行了 爷爷 不会的 不会的 葛神医 你快救救爷爷 寻常手段没用的 还是让我看看吧 小小子 有老朽在 哪轮到你说话的份 难道你是觉得 你的艺术比老朽更好吗 还好白家主遇到了我 只要我的神针出手 应该还有一丝希望 原始神针 启动 爷爷 你怎样了 元气不聚 还敢用针 你这个什么庸医 你这下真的要把他害死 破了鱼器 白家主怕是连全尸也留不了 你 你这个混账 哪里来的爷小子 竟敢质疑我的医术 你个畜生 咒一次还不够 还想咒我爷爷再死一次 咒你爷爷 你们知道秦灵吗 秦灵 当然知道 秦神医虽桃李年华 但医术早已明证天下 堪称姓灵妙手 连老术都自愧不如 秦灵 那是楚凡的同门师姐 什么 这小子居然跟秦神医室同门 所以 你还觉得他医术差呢 哼 那也改不了他害我爷爷的事实 楚凡 你不许再碰我爷爷 这下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住手 你要干什么 不破不立 想要救他 只能如此了 不要 完了完了 这掉命的金血都吐出来了 金血一散 这下彻底没酒了 你们准备后事吧 都因为我不愿意嫁给你 你就如此阴狠 楚凡 你该死 真想害你爷爷的话 我师弟早就动手了 小妹妹 你要学会这家戒造 不能太心急了 还在这阴阳怪气 我心斩了你这个没安好戏的贱人 生气存妹 邪不可干 给我醒来 灵 灵珊 爷爷 你醒了 楚少侠救了我的命 你 不能对恩人无礼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这 这 居然真能救活 多谢楚少侠他救 我白家 莫齿难忘 哼 你白家的莫齿难忘 我可受不起 这 楚少侠青年才军 这婚约 爷爷 你们既然已经毁约 就不要再提了 我也不是非去白灵山不可 只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 至于后续还会不会有其他反事 那我就爱莫同住了 毕竟爷爷他老人家修为甚通 我只能劝你们白家 好自为之 出发 这就走了 沈家小姑娘看你的眼神 都快拉丝了 师姐别闹了 其实我不喜欢她 那你喜欢的 是师姐吗 师姐 别闹 来人 北撤秦氏医馆 是 咱们去见见你的秦林师姐 这个时间 会不会有些叨扰 就当陪我了 走嘛 走嘛 好吧 怎么 想着秦师姐 就忘了你的皇夫姐姐了 师姐 你别 怎么 涌一害命 涌一害命 砸了她的医馆 还我老公命来 我苦命的儿啊 都是这性情的雍一 把我儿子 害成这样 雍一害命 给我砸 还我老婆命来 还有我二大爷 还有我家的大伙 怎么回事 让我看看 给你看 之前就是在你这儿看坏的 真是我的问题 我会负责 先让我后脉 她根本没病 涌一还不认账 我儿子从那医馆出来 就没醒过 可是她脉相平稳 真的没 秦林 医术不经还敢治病 我看 你就是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啊 这 哪有吐血后 还满面红光的 对吧 这也就能欺负 欺负你秦师姐这种老实人了 不行 我得去一下 你简直就玷污了医馆这两个字 那阁下觉得 应该如何应对 你们看着用意 不见棺材不掉泪 妈咪妈咪哄 阿爸咪妈妈哄 我这是 在哪儿 怎么会这样 翻到了吗 这位苏西大夫 才是真正的神医 请示医馆 谋财害命 你这个害人的用意 慢 我只是个路人 我只是好奇 这个病人明明被你治好了 为什么她的嘴 这么歪呢 你无中生有 平空捏造什么 就是 神医刚把她治好 坏了 苏神医 你的嘴怎么也歪了 你 她嘴弯眼邪了 真的嘴弯眼邪了 苏神医和这小子 我哪里嘴弯眼邪 娃娃 我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我的嘴 我的嘴 我的宝贝儿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让我怎么出门见人啊 那个畜生 说好的装病就行 你怎么给我儿子治坏了 就是他 这喊人家 明明是你儿子 把这病传染给我的 还我儿子 信不信我一巴掌 把你嘴伤回去 我答应你 这就是 医者不能自医 自作自受吧 金光昼 你就是楚凡 秦师姐好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怎么样 你小师弟机灵吧 轻轻松松帮你解决一个大麻烦 一者人心 师弟 你稍微教训一下他们就好了 他们最不至死 烂好人 弟弟 你可别学他 他们敢讹诈师姐 我当然要让他们吃点苦头 师弟对我真好 你这次下山 远道而来辛苦了 我煮了茶 我们进去说话 秦神医 秦神医 秦神医救命啊 救救我的女儿 怎么回事 别急 抱她进来再说 要多少钱都行 秦神医 求救你救救我女儿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 我看看 还好 来得及时 还有救 太好了 小心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不对 怎么感觉 隐隐有股魔气的味道 星光铜 看 迎针维护 先手心脉 落 师姐 等一下 你干什么 竟敢阻挠秦神医 是真 我女儿就快死了 你知不知道 要是出什么差错 你耽耽起吗 秦神医 你快施针 先生 你先冷静一下 这是我师弟 他医术不属于我 让他试试 四名破海 天有灭练 神刀以下 万为自愧 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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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魔族邪碎 区区刁虫小技 不过如此 给我破 小心 没事了 多谢神医 不 神仙 神仙显灵了 多谢神仙救了我女儿的命 你就是我老宋家的大恩人呢 别高兴得太早 病人被魔器缠身 你最近是不是招惹了玄门中人 玄门中人 没有啊 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呢 谁这么狠心 居然对我女儿下手 玄门中人行为诡异 不死不休 你们一定要相信 带上这枚实感灯 能护你一次周决 谢谢神仙 这卡里有两百万 就当茶水钱 两百万 用不了那么多 我就人不为钱财 只是为了修心而已 那可不行 这两百万 神仙你可一定要留着 不然我良心不安呢 算我送百封 孝敬神仙的香火钱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收下了 我们先走了 希望你们父女平安 实感当记得一定要拿好 师弟辛苦了 刚下山就碰上这么些波折 来 让姐姐看看 好好帮你放松一下 师姐不要啊 药房里就有客室 师弟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来照顾师弟就好 你这儿药味太重 还是去我那儿放松吧 车子正好在外面 没事 两位师姐 我可以住宾馆的 不行 我调了师父传授的安神香 师弟肯定喜欢 今晚在师姐这里 好好睡一觉 师父的香我也怀念极了 师弟不介意我留在这儿吧 我 我还是去睡觉吧 师弟 这么久不见 今晚你可得跟师姐 好好续续绝就 什么 续绝 你们两个 不行 我也要来 师姐 你们再这样闹下去 今晚大家都不用睡了 不睡正好 你还真想睡觉啊 快来师姐这儿 什么 宋百风出车祸了 怎么可能 屎赶当碎了 难道是 冲着我和师姐来的 别人家属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也不知道 孩子什么时候会醒 怎么会这样 小心 都是爸爸不好 宋先生 你怎么样了 恩人您来了 求求您一定要救救小兴 先别紧张 我看看 灵台涣散 但是血脉如常 这似乎 果然是悬门中人在背后搞鬼 只是拘灵的手段 小心的灵石被人拘走了 什么 拘灵 这是什么 早知道 我就把那神石放在小兴身上好了 你别这么想 如果出事的是你 小兴怎么把你拖到医院 大夫 麻烦问一下 你这有朱砂和龟甲吗 什么朱砂龟甲 你想占卜还是画幅 没有 我这里是医院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这玩神仙鬼鬼那一套 我没跟你开玩笑 人命关天 真的很要紧 如果有的话 赶快拿出来 什么人命关天 治兵就人要相信医学 相信科学 一边玩去 再胡闹 我叫保安了啊 师弟 下重不可与兵 别和凡人计较 龟甲 我这里有一副祈福用的 但朱砂 师弟 看 这里有朱砂 这是老子的印尼 这一盒盒三万多呢 印尼 也行 先凑合用吧 士急从全 管不了这么多了 已无真险 尼如破林 苗苗 惊吞 这 这是 我夜班上的野花了 还是阴俗洗脑了 临时接触 还请师姐时针 护住小星的肉身 等待临时归位 没问题 这里交给我吧 快 今明天必须把小星的临时 带回来 不然就危险了 坐我的车去 我来开车 追上那道光 师弟 你坐稳吧 我要加速 师姐 你慢点 师姐 师弟 就是这里了 怎么样 师姐的车够快吧 师弟 终于 下车了 师姐 你这车系真的 这地方看着好善人啊 师弟 要不我们先在周围探查 只要不坐你的车 就算阎王来了 我都能给他两嘴巴 那我陪你一起进去 也好有个照应 师姐 这些玄门道法 跟你学的不同 进去反而会让我束手束脚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你在外面等我就好 我很快回来 进光铜 开 血印 一直沿着楼梯在往上 装神弄把我的东西 就这阵仗 就想下推我 哦 外面太小气了点 你 你还不小 这么多 看得有点麻烦 那就一起来吧 正立无影 宗帝金光诀 雕虫小技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哈哈哈哈 臭小子 有点能耐啊 不过 看我怎么折磨你留在门外的女人 师弟 救命 师姐 我神无耻 你敢对我师姐 我神无悔非殷灭 这是你我的 我先来 师姐 师弟 千万不要出事啊 不行 我得进去帮忙 师弟 师弟你在哪儿 师弟 师弟 金玉碧 你啊 怎么会 才化万千 什么时候 注尽了 魔物受死 你觉得得了 杀死我 先去的方向 我饿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钱能是鬼退幕 没用的 你逃不了的 可恶 这招没用一次 银行扛杀可是真的会少一百万啊 住法最多只能困住他半小时 快想想办法啊 什么东西 姐姐 救我 别怕 姐姐来了 为什么 你未小心受我们的乖孩子 这不行了 这留下来永远陪着我们吧 师弟 对不起 你 哼 哼 哼 真是心狠啊 我们可是小心的爸爸妈妈 他重现在这里 就代表老三未能挡住他 真是非礼物 国葬 不如我送你们去见他 万非礼器 我们是不是死的 不对 他打的位置是 原来是幻觉 没错 都是这两只魔物搞的鬼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知道真眼的位置 我楚家的残梦大阵 你是从哪里来的 废话少说 受死吧 没了法阵护身 还敢在这修正 师弟小心 什么 真是麻烦 咱们二打一 有事在我 继续上 他已经强弩之末 连剑都扔歪了 我这一拳不歪 你可要揭好了 我这一拳不歪 你可要揭好了 做十方兴奏 我无束手 大姐 我大姐命来 飞着吧 收 那宋小新的灵蛇呢 残梦大阵已破 已经随着灵蛇飞回去了 那我们也快点回去吧 出发 等等 师姐 我们不急 救命啊 恩人回来了 小心 快说谢谢 没伤到吧 让我看看 我没事 安心 谢谢哥哥 姐姐 对不起 不怪小青了 你看 我的手好了呀 我宋家不知为何遭此大难 要不是有恩人 我父女俩 关于这件事 我已经有眉目了 这鬼脸无功 正是我楚家禁术 残梦大阵的阵影 有人想要借这个阵 来夺你宋家的契约 啊 契约 这 骑士道明 拜我楚家眠省 这件事 我不得不管了 主人 这正法破了 我们会不会 无妨 不过是我给久别重逢小师弟 对的 董事长 您看我们接下来 是往食品发展 还是文娱产业 小师弟最近劳累 得多给他补补 肯定是食品 不愧是黄斧家大小姐 一眼就看穿市场发展趋势 那 食品中也有这么几种倾向 当然是补品了 现在的人越发在意身体健康 补品当然是会大受欢迎 不愧是职场金钱的商业名帝 现在他又在想什么发展战略呢 开会真无聊 真想赶快结束 回去陪小师弟 老李 你怎么了 我好晕哪 你们 不对 头有点晕 难道是 完了 我也中招了 这么晚了 黄斧师姐还没下班 天干如心定思位 抵制如山烈丝鞭 不对 世界有危险 终于醒了呀 黄斧大小姐 昨天你和那小子羞辱我的时候 不是挺骄傲的吗 臭女人 该死的东西 你是亲我皇妇家无人 财神阴药 用我心肠废除 怎么 发现你那小魔术不好使了是吧 你以为小爷花几百万请的道士 是吃干饭的 妈咪妈咪虹 平岛的法阵在 你别想在苏少面前猖狂 我师弟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吗 我早已请来黑水暗杀集团 就算那小子来 也是死路一路 害了我师弟 我师门定不着你 等咱俩结成夫妻 还分什么你我 你的人都是我的了 那你的师门 你的集团 不都是我的吗 你把这个女人给我安住了 大家今天有福同享 苏少杖你 够兄弟 能喝点汤水也不错呀 你们放开我 你们休想 就算你叫我喉咙也没有 都该死 来得这么急啊 怎么 想看你师姐和你姐夫的现场直播 你不觉得直接冲过来 有点莽撞吗 喝 休想 你不 我 头还真硬啊 这可是反坦克的 经过平道的加持 就算脑子没爆 神魂也已经粉碎了 咱们继续当着这小子的面 还更刺激了 师弟 什么东西 干物老子好事 不说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经过平道的加持 就算脑子没爆 神魂也已经粉碎了 咱们继续当着这小子的面 还更刺激了 师弟 什么东西 干物老子好事 不说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别 我能给你钱 我能给你女人 国葬 可恶 快拦住他呀 快呀 举举举 举举手呢 打死他呀 太慢了 师弟 你们受伤吧 你这招是什么法术 看着有些 师弟 师弟 是我 师弟 大师姐 快走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姑母 生车 心魔溃散 师弟 这是怎么了 估计是他体内潜藏的力量 再被无意识地转化为魔器 你们师弟命格体制都极为特殊 先天力量难以掌控 若是成长前封印松动 还须你们当师姐的照顾 我当然记得 那你们还让师弟陷入如此险境 就让我替师父教训教训你 师姐且慢 师弟 师弟 你躺下别动 你感觉怎么样 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 但这是不能怪师姐 事情是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岂有此理 苏木 当我师门无人 还有你们两个 属于倒反 一个光知道捣鼓些同秀玩意儿 我走的是金知道 你还说我 还敢狡辩 师弟刚出山就险遭毒手 要你们有什么用 师弟你等等 我这就去把苏木拿来给你赔罪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首先 来要人的不是一人局 是我南宫羽宁 其次 你确定 要违逆我吗 光岗刘家少主 刘华强盗 金沙蔡家家主 蔡坤盗 李唐丁家家主 丁震盗 老蔡 你也来了 南宫大姐头叫还能不来 听说是因为一个男人 没想到 还有能征服大姐头的男人 人急了 严肃点 请苏宵家给南宫小姐一个交代 是你们送出来 还是我亲自去请 怎么连南宫家也是他的人 完了 全完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苏少似乎有些烦恼啊 是你 我都是要你交的做的 你不管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 好处 我不但能让你逃出南宫羽宁的魔爪 还能让楚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是 好好好 我这就拿出去 让那个嚣张的小妞跪下 给我铁鞋 只要一人居看到照片 楚凡那小子被活寡都是亲的 我这就去 苏少 别急 门外可是楚凡的人 你就不怕他们打草惊蛇让那小子跑了 那 那怎么办 我去通知一人局 你将计就计 假装就范 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 可是 当当当 护体神丹 这丹香 这光云 这带有真是绝世真品 只要吃了它 在十二个时辰内都刀枪不入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你 现实果然心思缜密 我就先败现现实了 你们如此嚣张 不怕我苏家老祖出关 少废话 把人交出来 看来 我不得不 我跟你走就行 那么大火气干嘛 小木 父亲放心 南宫小姐 我陪你走 我陪你走一走 哼 要不是你在里面装了那么久 王吧 我还竟有几分骨气 师弟 我这份回礼 你可要记好了 这镜子放到谷玄阁 不知道会拍出一个什么天价 下次再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一定要先通知师姐 知道了 师姐 那个艺人局是管什么的 是 就是管我们这些能驱使灵力的人的 大到杀人放火 小到随地土坛 从偷鸡摸狗 伤骨税务 到宗族裁决 邪魔术亲 统统都要听艺人局的裁断 那不就是一切命脉 都归艺人局管辖 这也太有势力了 就是这样 不然南宫能被叫做混尸魔王吗 跟东厂太监总管一 这可是碰也不能碰的话题 我向来 就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东西 给我闭嘴 你害得师弟身负重伤 现在落到我的手里 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现在只后悔 没有在你师弟面将好好羞辱你 你 找死 你将冷静 他被你杀了 幕后真凶还怎么找 单凭苏木这个二世祖 怎么可能闹出这么大阵仗 你们现在知道我背后有人了 三位小姐 若是肯乖乖从路 我还能留你们的小师弟 好 他是在威胁我吗 哇 他怎么能这么自信 谁给他的勇气 你 你什么你 什么脑子 居然还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不对 我明明有神当护体 怎么没有生效 怎么会 丹气一散 这是磕了多少药 体内居然有这么浓重的丹气 不对 这是丹毒 快闪开 他体内丹毒要爆发了 师弟小心 怎么会这样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我知道你们师弟 他刚才在说什么 好狠的毒 连骨毒渣都不剩了 怎么会这样 这是赤毒丹 会让人连神魂一起爆炸 看来苏木并不知道 他也被别人利用了 他背后的人 实在狠毒 神魂消散 线索确实断掉了 但何必非如此周章呢 丹毒虽狠 却不至于对我们构成威胁 苏木主动跟我走 说明他也被蒙在鼓里 我只知道 苏木肯定不会白死 所以肯定还有杀招 好增大的灵灵威蚨 此人是敌飞 如此 老夫倒要看看 你能放出什么狗屁来 错 你才是又蠢又笨又坏 真心都找错了 还口口声声说帮孙子报仇 我要是苏木 宁愿当个马桶 都不愿意当你孙子 别说什么 以毒发时间反推 这毒早就在我师姐 捉到苏木之前 就被人喂下去了 你这是当了别人的杀猪刀 还蠢不自知 看到师弟 就像看到了师父当年 师姐 你们觉得呢 师弟这个样子 好帅 好喜欢 看来眼蝉师弟的 果然不只我一个 虽然我也小 但我才不会说出来 这笨蛋老头 果然被我带节奏了 我 我那是因为闭关 你早干嘛去了 但凡你对自家弟子多上 哪怕一点心 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所以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 责任全在你 我不要停 就算你们不是真凶 我也要让你们 为我孙子陪葬 原地祸行 围压遍布 我体肯正容 时间刚刚好 方雷神 我知其名 我知极致 寻变鞭 我得阵防 什么玩意儿 原来你一直在拖延时间 就是为了准备五雷阵法 就说不能和太笨的人玩 没意思 这时候才看明白 让我师弟这么累 活该你被捉 快休息休息 用了太多脑子 就是累呢 不像有的人 只会用蛮力 五雷阵法 既不用消耗大量灵力 又达到了目的 师弟真是好聪明 可恶 我要炸了你这个破阵法 初凡 你被捕了 快 将这个小杂种杀死 帮我孙子报仇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师弟 大小姐怎么会在这儿 看这意思 魔人该不会就是大小姐 天天提在嘴边的师弟吧 大小姐 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个对权力折腰的男人 不愧是队长 说不折腰就不折腰 这腰杆子真硬啊 就是 换了咱们 跪得绝对不会那么笔直 楚先生 你能魔化又能恢复成人 这对我们艺人局研究魔人极有帮助 为了这个日渐崩坏的世界 请您跟我们去一趟艺人局吧 清楚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道德绑架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我可吃这一套了 以后多来点 楚凡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让你 不得好死 苏家老祖代表了一人界宗族一方的力量 其弟子玄宁子 更是大厦最高防卫部的代言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不如 趁此机会加入一人局 我看 他们谁还敢动你 敢不敢动我倒是无所谓 因为一人局有师姐你 那我就加入吧 原来他是因为我才加入的 你不能考虑我 你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才行 我真的会嫉妒哦 小师弟 皇甫集团我也在啊 你去我那里好不好 我会进全集团之力保护你的 我也想让小师弟去我那里 但是我的医馆才刚刚被毁 皇甫一丘 你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只允许你挖师弟 不允许我挖吗 各位 咱们到一人局了 我的车总算保住了 什么 这小白脸要入职一人局 我追了羽宁三年 早就知道羽宁有一个不能相忘的小师弟 今天落在我手里 看我不整死他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别忘了 你这官职是靠家里买的 但我可是过了一人局的测试 我的能力毋庸置疑 对 我们爷过了测试 我师弟超出一人局标准这点也毋庸置疑 喂 你敢不敢参加测试 要是不敢 我倒是可以给予你一个面子 靠女人吃饭的家伙 做男公关再合适不过 男公关 我要是通过测试 你就边学狗教 边绕一人局落分 如何 你要是不通过 你就大喊自己是个吃软饭的软蛋 然后滚出一人局 尽管来吧 第一响 重力 第二响 策力 师弟 好帅啊 这是人吗 老爷子早在我小时候 就给我喂下了各种云丹妙药 再加上储家加藏功法 我积弱的秘密 早已不是一般认可 哼 还有一项呢 狙击手 准备 让我跟狙击手比射击 不 让你给狙击手当靶子 想通过测试 就精力躲避子弹 要是你身上有超过五个弹坑 这一关你就失败了 明明安排一个狙击手就够了 你安排一百个 还戴着眼罩 那眼罩是隔绝灵力的 一人具有规定 测试不准用灵力 场地早已施加隔绝灵力的法阵 你这是在故意为难 害怕就认输啊 你 不用担心 我看师弟的样子 不像是没把握的 小心 一百个狙击手 而且不限子弹 你输定了 陈队 咱们一年的子弹库存都用完了 我们实在没力气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肯定开挂了 我绝对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实实力 除非他敢跟我比试比试 这可是你说的 这次我要让与您看看 我是多么强的一个男 你这是偷袭 不讲武德 楚藩 我跟你没完 没完 打又打不赢 输又输不起 师弟 掀了这个 你就是艺囊局的人了 防卫部的人 他们怎么来了 合同没什么问题 我这就签字 你们是什么人 大下最高防卫部 奉命传唤处凡 若遇到祖兰 有权先斩故纵 黑色传唤令 是最高级别传唤 这次遇到棘手的了 小师弟 带走 这次你死定了 这次你死定了 朱凡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人能救师弟 我去打个电话 喂 裁决听着 学明寺开出那么一窝的条件 我可不能放过 出发 你死定了 说是审判 审在哪里 可曾给过我说话的机会 对不起 我不会像不公正的裁决低头 而且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我认罪 什么意思 你说这里有黑幕 苏家少爷劫持 羞辱我师姐 诸位可曾知道 朱凯的这些人 都是苏家少爷的帮凶 说到这里 我倒想问我 玄冥子和苏家是什么关系 还有 裁决挺长 你敢说 你和玄冥子没有任何勾结 这小子 真是乱缠 苏家少爷 为什么只找你麻烦 不找别人麻烦 可见你本身就有问题 非我族类 栖心秘义 为是破乱大下的魔物 射黑的臭臭 人家登儿竹之的渣子 我守不封门通过你 我以为就是不让魔族用心 现在却为你竹子羞辱 就算是圣人 是会放怒的 你还不知道吧 你手上的手环 是专门针对一人设计的 能将你们的武力值 压低至百分之一 你现在想干什么都干不了 竟裁决挺审判的 不凡杀人正极确凿 且无反悔之心 即刻实行 斩力决 你都让我来结束 你罪恶的一生吧 你死定之力 一刀流 你命只能发挥百分之一的实力 为何能牵住我的一刀流 警告 警告 目标武力值超过意志上限 手环失效 手环失效 手环能意志的上限 所有十个魔族大区 你竟然 你现在才知道 你是不是太晚了 玄冥之力 凝宇 神界之位 你帝私营 神经 你帝引明 师弟发生了什么事 抓我们进去 快点让开 小心我的针 都住手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人 才能拥有的力量 如果他真的是我 根本不需要 在这里跟我们对话 他能直接杀死我们呀 是那个财学厅长 和玄冥子陷害你 不是他们 您不要伤我们的 我们都是一群 被蒙骗的人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手里这个 专科艺人的毒烟袋 就靠你了 是一人局的执行官 南宫卿 南宫卿 以公镇严历住 以上 就是经我一人局 五人执行官商议后 给予玄冥子的处罚 什么商议 一人局 还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 接下来的 事关一人局机密 请无关人等离开 南宫玉宁 你给我跪下 爸 我 你还记得你有个爹啊 完蛋了 伯父一定是因为 我们擅自让楚凡 加入一人局而生气 他要处置玉宁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是错了 参谋者上官将军都是我们的人 利用他们向财雪亭施压 也比你们枪闯要强 再不进 利用舆论力量也可以 为什么不动动脑子 万一你们出了什么事 我赶不回来怎么办 不是为了惩罚雨宁上次做主 让楚凡加入一人局 所以雨宁怎样可以 就是不能吃亏是吗 伯父 别再骂雨宁师姐了 他是为了我才这样做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你就是雨宁招司目响的那小子 哪有招司目响 行 就给他一次机会 你还是那么口是心非 算算时间 他也该醒了 师弟 我来陪 师姐 我没事 你没死 太好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伯父不是要杀我 而是帮助我封印魔魂 还有 你们要答应我 以后无论我做出什么事 都不要放弃生命 师弟长大了 我为师姐考虑了 你们还没答应我呢 我们来拍卖行干什么 我算了一挂 这里有对小师弟有用的东西 我师真救人 从不求回报 但为了师弟 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黄宝寨一年才举办一次的对修行者的拍卖会 门槛极高 你好 还有最后一个包厢吧 只有南宫青那样级别才被邀请 秦师妹是怎么回事 那是本大爷的包厢 呃 惩罚 最后一个包厢是这里的传统 是给身份足够高贵 地位不同凡响的人留的 而我 恰恰就是那个人 但如果让储藩滚蛋 那我可以把包厢前面的花瓶腾出来 给你们一个空屋位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